空气品质的状况 现在稍微比较不好一点 是在这个北亚岸的富贵甲 来到了橘色的 对过敏的族群比较不健康 其他大概是在黄色的普通 到绿色的良好范围之内的 那气氛方面来看的话 跟昨天来做比较差别 差别也不是很大 有些地方稍微下降一点 大部分是有下降一点点 但是大概只有差一度两度 这个阳光出来照射了以后 温度就开始往上升了 那从地面图看看 天气系统变化的状况 北边虽然有高压在 但是高压很弱 对我们台湾没有太大的影响 今天各地区的温度 都还是比较偏高 到了今天晚上 后面还有高压地补出来 一样也是比较弱的 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封面慢慢的在中国 这个华中华南这边 开始建立起来的 但是大概等到礼拜天 礼拜一才会影响到我们台湾 最近这几天 跟台湾有关系的云层 第一个大概就是台湾陆地 自己发展起来的 像中午过后的塞巴河 第二个东边有点水气进来 我们从卫星云土 再看一看云层发展的状况 那台湾这四周围 华南这里 是有一些云层 在往东的方向移动出来 部分的云层 也进入到我们台湾 但是这些云层比较薄一点 云层的透光度都还不错 只不过造成了 我们的云量比较多一些些而已 影响并不大的 另外一部分 就是在东边的外海 因为毕竟还是有一点东北风在 有一点水气进来 东部有可能就容易有一些短暂雨的 那在另外一部分的云层 就是中午以后 会在山区发展出来的 那这其中呢 是中南部的山区 可能有局部性的大雷雨 那平地方面也是差不多 是在云林嘉义以南 靠近山边的平地 有可能碰到这种午后战雨 那我们再来从雷达看一看 西边过来的这些云层 刚刚卫星云图看到西边很多云层过来 也有一些云雨区没有错 但是接近的过程当中 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它是在减弱的 对我们就没有太大影响 而且这些云层 这些水滴 有可能是在高空的水滴 并不见得会下到地面 所以对我们地面没有太大影响 有影响的我们看到东边近海这里 又有云雨区在发展 就在沿海地区 有时候可能就对沿海带来一些短暂雨 那气象鼠所预估出来降雨的状况 这个是今天的白天 降雨也是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就是这个午后震雨 山区雨是比较大 那差不多在云林嘉义以南靠近 山区的地方会碰到 那东半部这边 东边外海可能会有一些云雨区进来 带来一些短暂雨 入夜了以后少了热对流了 台湾上空的降雨就减少了 但是东部可能也是有一些短暂雨的状况了 等到了明天的白天 礼拜四的白天 南部这附近的午后震雨又出现了 那东部这边降雨倒是减少了 那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呢 没有什么降雨的状况 所以大概两天一波 今天跟明天这两天天气比较类似的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礼拜五礼拜六天气就比较稳定 大部分寝道多云 但是礼拜天礼拜一封面来了 各地区可能又有震雨或雷雨了 我们来看看未来这一个礼拜的天气 还有温度上面的变化 今天明天这两天是比较类似一点的 可能就是中南部 有一点午后的局部震雨 东部地区短暂雨 礼拜五礼拜六这两天天气明显的就稳定下来了 但是礼拜天下个礼拜一封面来了 各地区都是有震雨或者是雷雨 一旦有雷雨包进来 这个雨是都伴随着 有这种短时的强降雨会产生的 所以礼拜天下个礼拜一 要特别注意下大雨的状况 下个礼拜二封面是离开了 但北部东部还是有短暂雨 而且下个礼拜二纵使有空档的话 这个空档可能没有办法持续一整天 因为后面可能还会有华南云气 陆陆续续再影响到我们台湾 所以大概就是在礼拜天这边做一个分水岭 礼拜天之前我们的天气比较稳定 降雨比较少 礼拜天以后开始不稳定了 特别是下个礼拜 不只封面来了 在华南可能还是会有云雨区进入到我们台湾的 那再来看看今天各地区详细的天气预报 先来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区 那今天云量稍微多 但是云层透光度还不错 没有这么黑 大致上来讲天气蛮稳定的 温度就偏高 那中部这边请到多云 云林嘉义靠近山区的地方会有午后震雨的 高温大概32度 另外南部地区屏东有午后震雨 台南高雄的西北河主要在山区 东半部今天也有一点局部的短暂震雨 高温大概在27度左右 台东来到29度 横湖静门还有连江 静门跟连江比较西边 容易受到华南云溪的影响 会有点震雨 台湖静门